武漢肺炎疫情当前不少机关都会采用额温枪来测量体温 不过这样相当的耗费人力 旧厂商推出新型的额温测量站 只要镇着就能自动帮你测量体温 利用架设型的红外线感测仪器连接iPad 人体只要距离3到5公分 体温几度就能清楚测量 若是发烧机器也会发出警示声响 我们量到的额头温度等同口温 那口温的话那个判定的标准有一个标准 大概就是37.5到38就以上的话就是发烧 除了能节省人力只要点开温度测量记录 过去测过谁体温多少一目了然 甚至还能拍照留存 民众也可以拿着名片或识别证测量 方便机关溯源 空旷的海关啊 是机关团体啊 或是柜台啊 或是学校啊 只要是属于人多的地方 其实都实用 厂商认为现在使用的红外线热像仪 虽然在人多的地方可以快速测量 却也容易因为量大对焦失准 相较之下新型的额温测量站 可以同时架设好几个分流测量 也能更准确掌握温度